第十七章 半島人的有禍 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 就勸戒他 他若懊悔 就饒恕他 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 又七次回轉說 我懊悔了 你總要饒恕他 信心的能力 仕途對主說 求主加憎我們的信心 主說 你們若有信心 掌一粒戒菜種 就是對借火喪樹說 你要拔起根來 栽在海裡 他也必聽從你們 你們誰有仆人耕地 或是放陽 從田裡回來 就對他說 你快來坐下吃飯 豈不對他說 你給我預備晚飯 促上帶子滯後我 等我吃喝完了 你才可以吃喝嗎 伯人照所吩咐的去作 主人還借借他嗎 這樣 你們作完了一切 所吩咐的 只當說 我們是無用的伯人 所作的 本是我們應份作的 自好十個掌大麻蜂的 耶穌往耶路撒冷去 經過薩瑪利亞和加利利 進入一個村子 有十個掌大麻蜂的迎面而來 遠遠的站著 高聲說 耶穌 耶穌 夫子 可憐我們吧 耶穌看見 就對他們說 你們去把身體給祭司擦汗 他們去的時候就結淨了 內中有一個見自己已經好了 就回來大聲歸榮耀與上帝 又苦福在耶穌腳前感謝他 借人是薩瑪利亞人 耶穌說 結淨了的不是十個人嗎 那九個在哪裏呢 除了借外族人 再沒有別人回來歸榮耀與上帝嗎 就對那人說 起來走罷 你的信夠了你了 上帝的國在人心裡 法利賽人問上帝的國幾時來到 耶穌回答說 上帝的國來到 不是眼所能見的 人也不得說 看呀 在謝裏 看呀 在哪裏 因為上帝的國 就在你們心裡 忍正羅雅和羅德的事 他又對門徒說 日子將到 你們巴不得看見人子的一個日子 卻不得看見 人將要對你們說 看呀 在哪裏 看呀 在謝裏 你們不要出去 也不要跟隨他們 因為人子在他降臨的日子 好象閃電 從天這邊一閃 直照到天那邊 只是他必須先受許多苦 又被這世代欺絕 羅雅的日子怎樣 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樣 那時候的人 又吃又喝 又娶又嫁 到羅雅進方舟的那日 洪水就來 把他們全都滅了 又好象羅德的日子 人又吃又喝 又買又賣 又耕種 又蓋造 到羅德出所多馬的那日 就有火與硫磺從天上降下來 把他們全都滅了 人子顯現的日子 也要這樣 當那日 人在房上 棄聚在屋裡 不要下來拿 人在田裡 也不要回家 你們要回想羅德的妻子 寫生命 得生命 凡想要保存生命的 必喪掉生命 凡喪掉生命的 必救活生命 我對你們說 當那一夜 兩個人在一個床上 要娶去一個 撇下一個 兩個女人一同推磨 要娶去一個 撇下一個 兩個人在田裡 要娶去一個 撇下一個 門徒說 主啊 在哪裏 又借事呢 耶穌說 施首在哪裏 應也必聚在哪裏 要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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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 要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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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娶去